啊这里就是这个河坊街的入口啊哈 古色古香的啊这这条街 因为他整条街其实是保留了杭州 明清时代的一个风格 哦是吗 对 来 让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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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多看 不知道 已经看了这一条 来 看这里 看这里 这个 南宋定胜高 这个是来这条街上一定要吃的一个小吃 定胜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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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胜出的胜利点 岳飞不是经常保驾卫国去出征吗 然后南宋人民他每一次出征的时候 要吃这个定胜高 然后送给这个岳家军 就代表一定胜利的意思 定胜 定胜 他外面这个是糯米 里面这个是豆沙 红葱米 红葱米 对 哦好 啊 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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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里面 这个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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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多少钱一个嘛 现在卖 还是五块钱 这么多年还是五块钱一个 老板做生意这张地道 地道地道 省不愧 省不愧啊 这些生意新劳 定胜 到杭州还没有教你们杭州话 就刚才老板说谢谢 一般我们也要给他回来 夹家 夹家 其实就跟这个有点 夹家农就上海话的 上海话的 有一点 但是杭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形容词 嗯 就是说特别好吃 哎呦 特别美 啊 他用一个字来代表叫毛 毛 对 就比如说这个定胜膏特别好吃 对不对 叫 毛好 你看这里每一家店其实都超有特别的 哎哎哎哎 看一下这个 来来来 叫花鸡来看一下 先烤先烤 哦 传说中的叫花鸡 叫花鸡就是得拿手直接吃啊 拿手吃 嗯 哇 好香啊 叫花鸡是杭州十大名菜之一 嗯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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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